24号院会国事论坛 立委孔文吉以及廖国栋再次疾呼 原住民族要转型正义 这是因为22号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民进党以人数优势 出审通过只处理威权统治时期的促转条例 将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脱钩处理 主任呼吁执政党拿出高度诚意 怀疑原住民族土地和语言文化遭受迫害的历史真相 转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真相 但是原住民的历史真相你已经抓住了吗 仅值只是威权时代下的那种转型正义 这是令我们也担忧或是遗憾的 也就是说你民进党没有做到半套 但是显然连半套的还不到之下 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压力之后 你再排入下一个礼拜的会期 再讨论各版本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严格去检验 长期争取原住民族权益的Omi Weil认为 原住民族几百年来在台湾 遭受殖民政权不当政策的迫害 必须就历史正义 政策制定相关补偿及赔偿 才得以恢复权力 原住民族青年期盼 藉由历史真相的恢复 加速原住民族土地固有权的恢复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当然就是要先从 那个我们部落最核心的就是土地 开始去清潮 因为土地就是部落文化的根也是核心 并且能够真的落实把这些土地 讨论出来要怎么样真正的还给原住民 民建党版初转条例已经完成一读 其他原住民立委以及时代力量党团 清明党团的版本都将在27号 一并排入继续审查 最后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是否能够入法备受关注 这节目的八层和台北市采访报道